今天我们开记者会的板子 这个录音档我提供给了几张媒体 就是他们里面最近我所公布的这录音档 其实这个 多少 这个大概将近一个小时 其实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资料 包括他哪些员工 哪些员工的名单是用 他是进周刊的员工 然后拿进电视的薪资 这个名单其实都在这 那主要是在之前 他用口述给我听 我说口述 我要去证明人家 这个证据率不足 他在上个礼拜给我 他是谁 我当然不能讲 就是有人来检举 不是陈建平 好不好 大家现在导向是陈建平给 这个给我的不是陈建平 其实这里面人很复杂 大家也想到是英系要找一个人 要找一个他们的频道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到 这跟2024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大家想远一点 其实你看那些董事 那些董事 社会大众认识的人很多 都是社会上 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 也许他们是买保险 但是要买保险 后面一层是什么 现在刚才听到苏贞昌院长 还有陈耀祥讲 他都是胡扯 我跟各位报告 这里他们所描述的 其实讲两件事 一个就是苏贞昌跟蔡英文的介入 还有一个就是公私治理的问题 在里面 里面提到有一个人 就是最强的民间人士 这个人我相信 老沈丽 他在民党里面什么什么分量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是他 如果是他 他在传统引荐 他也没有否认 他也没有否认 这个人在民党里面 可以通天也可以到地的吧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这位民间人士 他真正一般的路人家 也跟我们一样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我们再看 里面就提到了 蔡英文跟苏贞昌的介入 然后蔡英文跟苏贞昌 他们的介入 然后陈耀祥去做 扮演一个打手的角色 就是如此 对不对 最近他们为了要 当然除了进电视 还有扯到周玉寇的事情 他们好像一副我处罚了 刚才赵大哥讲 高端在财委会有九次的异常交易 财委会做决议要去送检调 今晚会也送了 到现在没有启动 所以说你会去相信这个检调吗 我们的法务长说 你们还没有接到申请 昨天我听你的节目 昨天还前天 很多的检察官说报纸 看报纸有新闻就查了 很大部分案件都是如此 对周玉寇的事情 说我处罚了 我想社会大众跟大家报告 处罚周玉寇罚40万 这不是指最近的事 这是在公投的时候的事情 这是在补选的时候的事情 现在好像说 我这周围处理了 而且当时是检举18件 只罚一件 另外17件还摆在那里 其实我们立法院搞 大家立委大家都搞得很清楚 在骗社会大众 最后我要跟各位报告 今天礼拜五 礼拜三NCC开委员会 这是议程 议程里面讨论的第二项 就是凯博等12家 频道12家 总共有33家的系统业者 讨论关于什么 射静电视频道讨论案 这个会议 这个议程是两个礼拜前 就通知委员 NCC的会 NCC的会议 换句话说 如果说最近没有把 静电视的事情播出来 我跟你讲 礼拜三的会议就通过了 静电视可能就是 把55台拿掉 他入住55台了 各位 那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现在是 现在是 没有决议 择棋在意 还是会处理 等到风头过了再说 但是这个事情 我也要在这边警告一下 民进党 你以为这个事情 就会那么样快速的解决了 今年的选举 11月26号 明年还有一个选举 大家不要忘了 其它们就是为了 2024 我刚才讲 静电视里面 民进党的派系 现在谁是 第一个大 谁是大阿哥 大阿哥跟二阿哥 三阿哥在抢 在抢 是民进党里面的斗争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我补充一下 那个费委员 他讲的那个内幕 其实费委员那个 录音带里面呢 其实透露出很多 很害人的这个讯息 更进一步的 再第一个 就是说除了他们把这个钱转过去 然后用了很多人之外 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黄马玉 而这个黄马玉 是他原来是NCC的 这个副主委的基要秘书 然后他是律师 然后进电视 进电视他们聘请他当顾问 说每个月好像给他十万元的 这个顾问费 然后他就在这个会议里面 就去操作去指导他们 怎么去应对 就是NCC对于他们 这个财务啊 结构啊方面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在这里面呢 还讲了非常的清楚 他说呢 这个案子到时候呢 服怎么样的态度是如何 愿的态度是这个如何 然后陈耀祥的会怎么样 你们就不要理他 你到时候就怎么样 就跟就是跟他 跟他去这样讲就对了啦 然后而且呢 这里面呢 他们呢有人就是检举这个 就是有检举函嘛 针对这个有关于 进电视的财务结构的 这方面的问题 NCC竟然把这个检举人 告诉了 对告诉了这个进电视 赵仙 你们常常去应对这个NCC 你们知道NCC 他在去雕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形的时候 是多么的严厉啊 可是有一个NCC的 前副主委的基要秘书 可以跟这些所有的委员里面呢 关系打通的很好 教他们如何来去应对 谁有这样子的待遇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